他转身将行 但见寒芒闪动 几枚钢镖呼啸着飞了出来 却是彭莲虎双手连发 打出了一十八发追魂夺命丁 他手法惊奇 不但封出了黄蓉逃离的去路 还使用了回旋的魅力 暗计空中转弯后向内寄来 将黄蓉一步步的逼回大厅 黄蓉看了眼彭莲虎那阴森森的面容 心下有些发怵 决定欧阳克在一旁道 彭兄手下留情 千千万万莫要伤到他呀 刚刚见黄蓉遇险 早已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急忙上前提醒 彭莲虎为人最为阴狠 正义如此也最为狡诈 他见黄蓉身发奇异 如今暗倒 杀他倒是一如反掌 可是这女娃身后或许有人支持 否则他又怎能如此有恃无恐呢 当下缓缓道 你师父是谁 如果跟我等相识 不妨放你一马 大家全当一笑儿 黄蓉摇了摇头道 我没带过师父 也从来没正经的练过舞 难不成没有师父 你就不让我离开吗 彭莲虎哼了一声道 小姑娘满嘴谎言 我十招之内定能看出你的师诚来历 接招吧 他语音未落 早已劈掌击来 黄蓉不退反击 双手成掌 扣向敌人咽喉 彭莲虎大意之下 险些着道 蒙闪声后退道 你是黑风双煞的徒弟 此言一出 听内众人无不惊骇 当年黑风双煞 威震武林 一身魔宫 所向披靡 且手段残忍无比 诸人道也不敢拿为他们的弟子 黄蓉却露出了轻蔑的神情道 黑风双煞 七师灭祖 本姑娘则会扮那种人为师呢 彭莲虎知他所言非虚 任谁撒谎 也不敢说自己的师父 欺失灭祖这样的言语 于是富有上前功来 说也奇怪 乔治少女 年纪轻轻 可怪术齐招 却层出不穷 十二还打上几路 杀通天的拳法 彭莲虎眼见十招已过 不由脸色降红道 老傻 难道他跟你学过不成 黄蓉早接口道 是那个三头冬瓜娇的 他可不算我师父呀 这种低阶武功 本姑娘看一眼就会了 侯洞海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一直追打的小乞丐 就着眼前的绿衣少女 她的武功远不及彭莲虎 更是拿黄蓉毫无办法 便在这时 确定有人轻壳了一声 但见欧阳公子 手摇折扇 跨不上前道 小姑娘能否报上方明呢 在下白铺山欧阳克 这一项有礼 欧阳克相貌出众 举止优雅 更显谈吐风流 曾让无数女弟子 魂牵梦营 可眼前的少女 却好似对他并不如何重视 但听那清脆的声音传来 还是这位欧阳公子懂事 今天所见之人 就说你最为友善了 既然你不想与我为敌 那我也不便打扰公子的雅兴 他从欧阳克一笑 转身便要离开 这一笑 只把欧阳克的魂魄 差点勾出 他心下荡漾 怎能放此有物离去 于是闪身上前道 不解 刚刚你说尚未拜师 不如今日就拜入我门下如何 成为我的弟子后 便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黄蓉围着欧阳克转了半圈道 看不出来你有啥本脸 能教导本姑娘啊 欧阳克走上一步 低于道 我会的本脸可多呢 保证日夜让你惊喜满足 他心中越发燥热 早将纸扇 探向黄蓉的下颌 另一只手做环抱状 极尽挑逗之态 黄蓉吓了一跳 向后闪开道 没有真本事 就想做人家师傅 羞也不羞 欧阳克双眼寒情 刺黄蓉的脸蛋 上下扫尸 目光仿若一把利刃 在寻觅那令人神往的风景 呼的 白影飞舞 围绕着黄蓉周身 用足尖画了一个圆圈道 姑娘 你若能把我逼出这个圈圈 便算我输 放心 在下绝对不会还手的 只是 如果姑娘输了 可别忘记 拜我为师哦 黄蓉不禁其道 你便绑复了双手 任我出招攻击队吗 欧阳克点点头道 那是自然 我怎能对我 重义的女孩子动手呢 黄蓉点头道 如果咱们两个 同时出圈 算谁赢呢 欧阳克一副 彬彬有礼的样子道 自然算姑娘赢 黄蓉见她如此拖大 于是不再言语 将气息运至手臂 踏步上前推了出去 手掌将到对方胸腹 却感觉如同推在一堆棉絮之中 毫无借力之处 若不是反应快速 险些被欧阳克救世 牵引出圈子 她哪里知道 欧阳克自幼跟随叔叔 吸毒欧阳风 苦练白铜山决意 二十多年从未见断 的的确确 有些真才实学 若不是天性 昙花后色 夜夜风流 耗费了大量精力 否则 早已如日中天 还有敌手了 黄蓉接连使用了多种方法 均被欧阳克轻松化解 她心中焦急 猛地想出一技 于是高声叫道 没意思 不跟你比了 我这便回去 她一边说 一边向圈外高高跳起 欧阳克怕她真的走了 无暇细想 急速乐器 拦她去路 暗闪双双落在圈外 黄蓉笑得花枝乱颤倒 傻瓜 同时出圈算你输 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欧阳克雅口无言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绝色美女 就这样走掉 她虽然心下不甘 却无法自食屈颜 就在这时 淡尽一道红霞飞锅 明明中一个声音道 丫头莫要猖狂 且接我一招密宗大手印 鞋子里飞来的 正是激伤王处义的灵芝上人 预知黄蓉 能否化开这致命的一击呢 而郭靖吸食了蛇血后 能摆脱梁子翁的纠缠吗 请看下集 杨铁心夫妇中相见 梅超风帝学 战群豪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集再见